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你们觉得我说的也好 或者想看我每天的收视帖子早点收到 或者想看某些资讯的 你可以去Patreon支持一下我 其次我还有一个免费的Facebook的Private Code 如果你觉得我写的东西又想早点看 或者想收多些我的资料 或者我发放的资讯 你可以去Facebook去加入我的Private Code 其次有没有再贴近的市场? 有的 就是我会有两个谷 那两个是什么呢? 一个就是每日数据分析 每日有即使数据分析 中间有很多数据 甚至有时会给大家一些即场的烟石 另外就是每晚我都会有另一个谷 就是其权盘路仓位解读 主要是去分析一下 每日每大户做过什么策略的方向等等 所有的东西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在YouTube下面有留言 可以登记 或者有一条链在这里 有问题可以留言或者PRO 现在正式开始这个星期的每周大使分析 欢迎大家回来奇权大叔 美股每周大使分析 开始前面我讲一段小告白 如果第一次看这条频道的朋友 麻烦点击订阅 还有按旁边的小链 如果你觉得我的影片做得好 麻烦点击个赞 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记住分享给多些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欢迎在下面留言我会尽快回答你 我们先看看道指 这是道指升日 这个星期的图 基本上道指也升得挺帅的 已经连续升了5天 如果连起此那天是6天 但仍然在价格行为法则通道上上升 如果你要计算道指来说 力量也不是太差 不过要留意多一件事 上星期因为是这样截假期 所以成交比较薄弱 代表性就会低一点点 会不会又开始到要回调的时间呢? 因为连升了5天 小心点随时要休息 因为上次最长的那次 也是连升了8天 这个8天 如果这次究竟是 继续升多3天 还是要回呢? 因为如果算平均 3、4、5 差不多了 3、4、5天 会不会再回一回才上升呢? 或者究竟是回了 还是只回一回呢? 稍后再看看 我们看看S&P500 S&P500仍然在价格行为法则通道里面 不过它之前有一个横行通道 已经刚刚升穿了2天 再看一天 看看今天会继续在上面 或是回到通道里面 就很清楚 究竟市场是否出方向 要计算是否出方向 其实要计算 基本上以横行通道来说 它是有能力 或是有足够的讯号 出新方向向上的 因为这是第一次 现在是第二次 所以如果你问 某程度上 它已经出现了一个讯号 告诉大家 它开始向上了 究竟后面还有多少呢? 未知 要再看一看才知道 暂时来说 它也算是挺漂亮的 为什么呢? 它离开了S&P500的下跌通道 现在是一个纯粹 可不可以在一个反弹 又或者是一个下跌 中间的反弹 或者是转向呢? 从价格行为法律 现在去看 再看前面 其实某程度上 它可以做了一个转向 但还要等多一会儿去确认 因为看股市 其实不可以单看一个指数 是要看三个 或者看两个最少 再者 在S&P500 这里要有一个大阻力位 419.97 究竟何时到呢? 或者到了这里 如何处理阻力位呢? 这个很重要 如何处理阻力位 很重要 如果它是大阻力位 冲了上去 代表好 但如果到了阻力位前 就已经武力回来 这个可以叫做反弹完结 再留意看看 不过 它第一次的回调 未必代表真的 为什麽呢? 上一次S&P500 也试过一次 在一个大阻力位里 升穿了 下来 再扭 再终一个圈 再再冲上去 不过它用一支大阻力 去破阻力线 现在这一次 红色这条 会不会又用一支大阻力去破阻力线呢? 希望它可以这样 那 升穆以待 在纳子 纳子 就是三个次数里 比较弱的一个 虽然它现在都在反弹模式里面 但不能够去确认它在上 转势向上 所以为什麽我说 你猜暂时不能够完全确认转势 就是三个指数里面 有一个指数 纳子 真的不是一个转向形态 它现在是一个反弹形态 换句话说 如果是反弹形态 三个指数里面 有一个是反弹形态 就是证明市场 是不是真的那么好呢? 我很有商量 很有怀疑 所以 暂时来说 都要有保留 再者 星期五来说 它收跌 收跌也不是很大的问题 幸好它还收在蓝色线楼上 都仍然偏好的 不过 在价格行为法则的通道里面 它有条线 刚刚又顶住了 那条橙色线 所以 究竟会不会说 它现在最重要是看星期一 Cyber Monday 当然Cyber Monday 不能够帮忙去刺激科技股 再者 刚刚这一天 就是一个交界 就是两个通道交界 会不会说 到星期一 开始 会有另一个新景象 冲了上去呢? 又或者 被这两条线都压住了呢? 在下面呢? 未知了 看完今天就知道 纳指能不能重拾星轨 但说真的 就算是重拾星轨 它仍然有一条线 顶住 再看回头 道指 都是黏着上星轨上 它不能够突破上星轨的角度 意思是 可不可以咬回上星轨 还比它更急? 还不可以 只不过黏着上星轨上 甚至乎 可能它会再横行 一会儿再延伸一条上星轨 来上都不奇怪 S&P500就好一点 角度上 比道指好一点 但仍然不是特别好 只不过是 它没有黏着上星轨去走 纳指不用说 它也是黏着上星轨 但问题还没有升不起的感觉 还没有突破前高位 未能够确认它是一个转世信号 现在仍然在一个横行区间里面 正在横行 所以等下 看看今天是否能够大棍冲上去 来转变方向 如果行的话 美股看好一线 但如果不行 小心被科技股拉回来 整个股市 还要看美股的成交 美股的成交 美股的成交这段时间 是好一点点的 为什麽呢? 计算平均成交 三个月的平均成交 大致上很多天 都在三个月的平均成交之上 除了一些特别日子 例如假期 这些一半日子没得说 看看今天Cyber Monday 会怎样 今个星期暂时多 美股来说 我会形容为一个整固代变 未能够确认它 是一个大声势出现 但要等待 虽然上星期也有消息传出 美联储局的加息部 会放门 大家不要太开心 加息周期应该仍然有一年 不过可能慢了些 但如果继续这样加下去 就算它慢了也好 对股市、对环球的资金 都会有一定的影响 去债券、储蓄的地方 投资在股票市场 或者投资市场的钱 是会少了 如果钱少了怎样升呢? 大家自己想一想吧 又或者你说 会不会是一个时候存货呢? 要存货的话就麻烦你去想 去看清楚你的股票是什么 是否可以长线持有 是否长线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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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股票是好 就算赚钱公司 都未必代表一定有一个好前景 股票价格 为何这样说呢? 我举个例子 先来说说Netflix Netflix 现在来说也是赚钱的 一间OTT平台的娱乐公司 现在来说 Netflix的收入仍然是赚钱的 上一季季度 刚刚业绩公布了 它赚80亿美金 即是平均每日 赚钱能力差不多有接近1亿美金 8千多9千万美金 数目真的不需要 但股价就开始放缓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这些娱乐公司 或科技公司 会有一个大幅增长的希望 现在的增长速度放缓 对股票压力 股价压力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相对地 去竞争对手 DISSI PLUS 在迪士尼的业绩里面 也看到一件事 DISSI PLUS 仍然在输钱 究竟 令整个OTT市场 究竟是否有一个很好的景象呢? 虽然竞争对手在输给你 但会不会说市场的增长放缓 去到极限呢? 不是说市场会死或有什么转变 只不过是市场的饱和度 开始接近饱和 换句话说 去后市的增长就会放缓 科技股大部分都会有高增长的 预期的股票或公司 所以如果没有了高增长 股价不能承托 就会开始回落 就算你赚钱也会回落 但回落的速度可能没那么大 但是 买股票是望升的 难道是望跌吗? 是否时候要买? 以及股票究竟是否优质? 就算优质 是否进入股价增长期 不是赚钱能力增长期 而是股价增长期 因为就算你会赚钱 也不代表股价会升 这些看法或资讯 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 记住 这个时候是否买股票的时候 自己考虑 要做多些功课 看多些资料 我会提示不要听太多KOL 说话 没什么特别了 这个星期暂时到这里 下星期再和大家 每周美股大师分析 下星期见 拜拜 拜拜 不舒服 不舒服 近了 没 mel mix obviamente 的 其实 可以 差不多 好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